停止的都用按鈕什麼東西都講 自然指數定義 我們這邊就講一下 你要用方程式寫 那就是寫說這個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自然指數的定義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個 自然指數 所以已經寫好了 那我就不用寫了 那你要讓它幹嘛 靠左邊 那就是給它那個靠左 自然指數就是這樣 它已經寫好了 我們就不用寫了 這可以讓嗎 好 欸 現在自己弄 自然指數的定義 好 那你那個 給它重新再那個一下好了 欸 注意看喔 算了 我還是再接 再講一次 等一下等一下 這邊 再講一次 我夾放在前面 再講一次 好 然後你要靠左 你在這邊按一下靠左 跟它講排列左 好 這個x呢 不要 好 你可以給它整個拿掉 就是1 直接就打一個1 1 就是等於 這全部都給它打掉 拿掉 好 這邊呢 也是1 好 這是自然指數的定義 好 有沒有問題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你要幹嘛 你要用那個 Sigma表示 那你就是按這個 Sigma 等於 然後你在這邊 按這個設計 這插入對不對 就是按這個設計 好 然後 我們今天注意到這邊 這邊 Sigma 在哪裡 這一個 好 那Sigma你要用哪一個 用這一個 好 或者呢 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用這一個 好了 等一下同學都要練習一下 那這個 你就是這樣子 好 就是那個 千 等於 0 好 一直到 無限大 這無限大的話呢 那你就幹嘛 插入符號 好 符號在這邊 我們今天做好這邊 齁 這邊有個無限大 好 有沒有 看到了 然後這邊的話呢 你就是要插入什麼東西 分數 好 那就按一下 分數 分數的話呢 分子是1 好 分母的話 它就是K 這樣 接成 接 這邊可以直接打這樣子 好 這樣子就是這樣子 好 因為 那順便就註明一下 因為K的零字方等於1 有沒有問題 不是 K的接成是1 我們今天先做的數到這邊 對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要把這個結果 用成結果 接到酷肉的確 先做到這邊 先做到這邊 我再講一次 插入 然後呢 你要用到的時候 就是用什麼 設計 你只要輾到這個方程式 然後你用設計 在這邊按設計 有沒有看到 設計 好 等一下 我們要進來練習一下 打那個希臘字母 好 希臘字母 等一下再來 好了 不要講太多 不要講太多 這樣就好了 了 好 謝謝